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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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想家庭的顾及的更少一点 特别现在就是她和我越父越母操持家更多一点 少唠唠唠我一点 其实也不是说老到她吧 让她学会就是说更好的把时间上面利用起来 工作忙能理解也赞同 然后就是说还是能有适当的空间陪陪家人吧 每个月才花了 缺点就是还戒不了烟 尽量减少吧 尽量减少少抽吧 好多时候听听我的话 多平和一下自己 可能会更好 我有时候性格比较急躁 爱情 爱情就是持家过日子 胸部包容 然后互相体恋 这么多年嘛 也没够过来了嘛 也没什么 反正我们一直就是这样 啊 还把那个面子 爱情 像现在有了小孩 有了生活的话 我觉得爱情应该 更多的就是两个人过成一个亲人 天天在一起互相 有个关照呀 能看到对方在自己身边 就已经很幸福了 其实两人之间啊 就是如同左右手一样 当年爱情到了年龄之后 会真正转化为亲情 平淡如水 正如君子之教 也可以由于夫妻建议之手 我觉得爱情应该说做到那种心造不宣 把它转变为亲情以后 更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正常的生活当中 表达出来那种相濡以沫的这种相处吧 包容吧 他还是比较包容我 然后也责任吧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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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